展览名称《日常风景》的日常二字 加上括号是可以随着艺术家所拥有的特质 以及作品识别度给予个人化的象征意义 本次展览的五位艺术家透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 经由艺术家的理解和内化 形成一段关系上的特殊风景 那在作品的主题方面 我是以《上海经》中的《行天》这个角色作为发想 那《行天》它是炎帝身边的一个层子 那《生平酷爱音乐》啊 然后它的音乐里面都是在歌颂人民美好的生活这样子 那可是在有一次战争当中 皇帝把他的头颅给砍去了 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头 但他依然没有就是放弃战斗 他把他的双颅当成他的眼睛 然后继续奋斗不懈 所以呢我觉得以《行天》这个角色作为我这次展览的主题 我是想把这个精神表达出来 也是在勉励我自己在创作的路上可以也是奋力不懈这样子 我要从法国小说家写的一本书名叫《刺猬的尤雅》来说起 它的故事内容大致讲说就是像刺猬般的人生 这本书就是看了让我有启发这系列的创作 我创作是以带就是带吃的像火化的仙人掌 多了植物或是吃味为出发点 透过这个画作来启发就是我与人的相处 如何真实的面对自己与他人 然后并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作为就是与他人相处上的共鸣 那我这次带来的作品五件作品 那我主要的创作手法是 透过比较俯视的角度来 作为一种画作观看方式 那也想要表达一种 类似于游历在风景上面的感觉 那表现法上面呢 我比较采用了一种平静和缓的色调 以及笔触来表达一种 疗愈比较抒情的风景的感觉 谢谢 我这次主要创作是从我一开始游画 开始观察海洋的整个形态 整个样貌 然后对于我对海洋的一种感觉 然后到这次19年在王大鱼航展览的 这一系列的海洋的创作 我就想要把那种海 可能是一种 一种时常在变幻 或者是未知不定的东西 把它描绘在我的 我这次所发表的作品上面 然后之所以是荧光球 我会觉得它是一种 一种比较有点偏当代性的 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的作品是呈现我内在的风景 那我是透过具体写实的风景呢 来做一个转化 然后加入一些抽象的元素在里面 那在画面当中呢 其实可以观察到这个 这个画面是不断的流动的这种感觉 这其实是想要表现就是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时间的流动性 就是时间这个世界呢 不断的在变化的感觉 那也可以在画面当中看见 元素跟元素之间的 矛盾的这种冲击 就是有点拉扯的一种状态 它其实也就是象征着 内心的这种矛盾的状态 日常风景 从外太空 到在子宫 7月26号到9月6号 在王道银行一郎 欢迎大家来看喔 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